Hello大家好,我是志宏 今天想分享2024年11月份的最新游戏推荐 除了上一支影片有提到重置版 多平台市场在当今游戏产业也是目前的主流趋势 像是索尼本家IP与乐高合作推出的低频线将登陆PS5以外 也会登陆Switch以及Steam平台 而在Expo那边在克隆店网站也首次公布本家游戏会登上PS5 竞争机店的两大公司竟然还有这样的局面 看来现在也只有任天堂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独占游戏了 那么我们开始吧 首先暗龙机缘杀战守护者 由BioWare开发的大人奇幻角色扮演游戏 玩家将扮演本作新英雄陆克 踏入瑟达斯生机勃勃的崎岖荒野 邪恶迷宫以及山上发光的城市 带领七名同伴组成的团队 竭力对抗利用温潮感染世界的神职 这带领的七名同伴都有各自丰富的故事 专场以及独特的作战能力 之中包含刺客、死灵法师、侦探等 能与这些角色变成朋友以及发展恋情 玩家能选择的职业只有三种 分别是战士、法师、盗贼 每种职业都能选择两种独特的武器和技能来搭配使用 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战斗风格 额外提醒大家 因为BioWare近几年来的内部环境都很糟糕 且与近期的一些游戏一样有浓浓的正确要素 建议大家可以先观望再决定购买 游戏将于11月1日发售 登陆PS5、Export Series SA及PC平台 机缘担任游玩且支持中文 魔农传记Farmagia 之前一直念错 由Mawarers开发阵导和担任角色设计的原创动作游戏 背景设定在不同于神与人类居住的世界 魔戒菲利希达 那里有着许多与人类外表相似 培育魔兽并驱使他们的魔龙 因为维护魔界和平的魔王仪式 一名企图支配世界之人商论 借起仿袭抵抗者展开行动 本作的整体游玩系统能透过三个步骤来完整过程 首先在农场更田播种 收获魔兽 收获魔兽都要以播种获取 如果想要获得魔兽的种子 就得前往迷宫取得 接着在牧场消费培育道具对魔兽进行训练 选择想要提升的能力值 培育你喜欢的魔兽 最后一项 战斗 带领魔兽前往迷宫 每个迷宫的最深处都有头目等着你 指定魔兽运用各种招式 重创敌人 游戏将于11月1日发售 Dundo Street以及PS5 Steam 迟一天发售 支援担任游玩且知识中文 云霄飞车自信2 流风天地玩人们开发的游乐园模拟游戏 塑造公园地形 利用增强改进后的建筑工具铺设道路 搭建风景 添加意义生会的游泳池和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 有条不紊的打造你梦寐以求的游乐园 在这一次有新增了方便玩家一目了然游乐园情况的热力图 能看出游客的心情 员工士气 作为风景其大的作用 游乐设施的磨损等 游客的容忍度也更细致的体现了他们对高度 速度 恐惧感 以及排队长度造成的反应 非常真实 还有电力以及供水也是本作新增的功能 游乐设施需要供电 游泳池需要抽水以及供水器 两项系统通用同样的逻辑以维持游乐园的应允 游戏将于11月7日发售 等到PS5、Xbox Series SA及PC平台 既然担任游玩且支持中文 《蚂蚁熊兵》由TOWER5开发的策略模拟游戏 玩家将在游戏中探索借助虚弯与勤武所打造的必争生灵 根据伯纳维博畅销系列小说相符的体验 每个行动都是策略性的 要确保羽群在这个微观且无比庞大的世界中繁荣壮 过程中都会配有教程帮助玩家学习计时战略的基础 为玩家提供渐进难度的经历 发现新的游戏机制、进阶策略和战斗技巧 季节的变化以及一天中的不同时间都会影响周围动物的属性 次数战略打下新的僵徒 游戏将于11月7日发售 等到PS5、Xbox Series SA及PC平台 居然担任以及线上三人游玩 支持中文 马力欧和路易吉RPG 《兄弟齐寒》 游战天堂开发的RPG游戏 《睽違9年》系列最新作 故事讲述马力欧和路易吉原本轻松惬意的两个人 突然间被一个神秘的空间吸入 迷失在了一片大海环绕的世界 可怜库塔鲁大地 这片大地原本是个体的 因某人摧毁了将大地连接在一起的大树 导致智力破碎 将凭借兄弟剑的默契恢复大地的原貌 佩安公海透过传岛造反大海上被分裂形成了漂流岛 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顺序进行探索 在岛上看似无法前进的地方 他们也能合力开辟道路 虽然看起来 通过选择指定来进行的回合制战斗 以把握时机增加对敌人造成的伤害 或是减少受到的伤害 随冒险的推进解锁各种技能 游戏将于11月7日发售 Switch独战 居然担任游玩且支持中文 野狗之猎头怪 由Bocus Game Studio开放的战斗斗作冒险游戏 该游戏是原版《沉默之秋》创始人之一 外山归一郎成立的项目 延续他擅长的惊悚与恐怖元素 引入新的创意以及叙述风格 为玩家提供独特的恐怖体验 这次背景与香港充满杂乱气息的街道 九龙为舞台 玩家将化身为失去记忆与肉体的贫轨 虽然已失去记忆 但唯一清晰的是消灭所有野狗之的强烈意志 没有实体的贫轨能够利用街上排排无数的人类 作为自己的工具 附身在他们身上穿梭障障碍 冒充特替人物 潜入危险的地区以及组织 还能将人类血液化为武器 对抗凶肠的野狗之 就算受到重伤 那也只不过是别人的伤 找到与贫轨同步力高的人类稀骚体 更能够展现强大的展示以及各种技能 成为解开谜团 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 游戏将于11月8日发售 登陆PS4 PS5 Xport Series SA及PC平台 支援担任游玩且支持中文 《黄金神像的崛起》 由Color Grey Games开发的冒险解密游戏 广受认可的《黄金神仙案》的最新续作 游戏设计在1970年代 神像崛起的300年后 外上传达三个世纪之九的Coloris秘密 几乎已被遗忘 且成了淫秽神话传说 一位坚定的遗物猎人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就寻找这个强大而神秘的文物 玩家作为观察家 必须调查在本作中展新的20起奇怪的案件 你可以自由调查、构建自己的理论 在自幻记、传真机、超新理学和电视指南流星的时代 揭开这个大谜团的面纱 游戏将于11月12日发售 登陆Switch PS4、PS5、Export 1、Export Series S8、PC以及手机平台 既然担任游玩且自知繁体中文 模拟农场25 由Giant Software开发的农业模拟游戏 体验超女生的农民村木业生活 本作除了有辽阔严眉的北美 和穿与湖泊环绕的中欧 还新增了拥泳作用广泊稻田 绿意阿兰的东亚地区 能操作超过152个国际品牌的400多种正式机具与工具 以通过尖端科技手段进行现代化跟踪 可栽培的座位有多达25种 加速从原本的牛羊鸡猪马5种动物 也新增了水牛以及山羊 包括牲畜幼窄以及大来气候变化的新挑战 在遭遇龙卷风和冰袍的冲击下 会出现明显的地形变化 且该游戏竟然能支援最多16人游玩 想要自己默默耕耘 还是欢乐的分工合作打造大清农场都没问题 游戏将于11月12日发售 等到PS5、XBOX系续SA及PC平台 机缘担任以及线上多人游玩 支持中文 勇者斗尔龙山HT2D重制版 由Square Enix以及RT共同开发的经典角色扮演游戏 游戏中每个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和风土特色 在HT2D的美丽画面下 你作为奥尔特家的孩子肩负着他未进的遗志 展开一段奇幻世界的冒险旅程 玩家可以组成包括主角在内的四人队伍进行冒险 出发前前往雅丽亚韩的路易达酒馆 可以将已经注册的冒险者或是自己注册的队友加入队伍 可知定义、姓名、职业、外貌等弄成你喜欢的batten 角色的性格也由你决定 与原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冒险途中会遇到一些失去魔性 性格闻顺的流浪怪物 收集这些怪物能够参与位于多个城镇 不同等级的怪物竞技场 从中胜出取得特别的奖品 游戏将于11月14日发售 等到Switch PS5、XBOX系续SN 及PC平台 Steam 迟一天发售 支援大人游玩且支持中文 乐高地平线大冒险 由Gorilla以及Studio Gogo 共同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索尼本家游戏罕见的出现在Switch平台上 就连PlayStation Store的页面上都有写上Switch的表现 加入极其猎人亚罗伊 带领一群色彩八人的英雄展开拯救地球草原 森林以及山脉的探险 是献给辛劳热高和地平线系列的粉丝的一份礼物 游戏可以独自一人或与朋友一起玩耍 以接手华尔、皮尔莎和艾伦德 原版装的几位英雄 各角色拥有各自的独特技能打败敌人、克服挑战 55克的都与伙伴一同同感共苦 且还可以一起为万母之星村庄改头画面 以纯真的乐高风格定制你的家园 加上各种装饰 一路揭开亚罗伊神秘过去的精灵秘密 游戏将于11月15日发售 Duno Strange PS5以及Steam平台 既然本地以及线上双人游玩 支持中文 《浩劫杀战2》《车诺比之星》 由乌克兰团队GSC Gameboard 开发带有恐怖元素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背景改变至暂时发生的《车诺比核石谷》 一起研究的核泄漏造成了封锁区内 到处都是残暴的变种生物 其中还有价值惊人的神器 引来了众多潜行者 他们冒险传入封锁区 想要横赚一笔 也有人试图挖掘掘在核心地带的真相 玩家将扮演独自行动的潜行者 在64平方公里的辐射区里 正开放世界进行探索 敌人的类型多达30多种 每种类型的敌人都会采用不同的战术 来试图取得胜利 也别忘了提防巨毁灭性的异常现象 穿越辐射区 多条路径选校的飞线新故事 导向不同的游戏结局 游戏将于11月21日发售 登陆Export CUSA及PC平台 首发SGP 居然大人游玩且吃吃中文 阿加斯巴赤塔 由Dreamly Inc.开发的开放世界奇幻游戏 踏遍多样的地形 攀登巨大的山脉 欣赏令人惊叹的景观 每一树都以高榜真艺术风格 徐徐如生地展现在你眼前 与其得而难忘的生物交朋友 了解西姆人的悠久历史 并且开枯萎着黑暗的奇缘之谜 玩家需要在部落建设 以及培育异界植物之间取得平衡 自由拓展你的岛屿 展现你的创造力 看着西姆部落的成员 一个个回到祖先的故乡 且时刻准备踏上枯萎之地 与嗜血的枯萎者怪物作战 逐步清除枯萎者瘟疫 拉拉加斯巴曾经繁盛的生态系统重获新生 游戏将于11月发售强线体验 热气未定 登陆PS5以及Steam平台 居然担任以及线上试人游玩 支持简体中文 接下来游戏快报 首先 战力深邃 觉醒 由Wordigo Games开发以故事驱动的冒险设计游戏 战力深邃系列的VR型座 融合了氛围探索 潜行和战斗 带来具有沉浸感的体验 热血三国字 乱世风云 柔雅客系统开发的搞笑动作游戏 热血系列喧闹诙谐风格三国演义再次拉开序幕 用简单的操作以及必杀技打倒袭来的敌人 模拟山羊重制版 由COVID STATE以及FISH DANCE共同重制的动作游戏 附带更新的图形 所有DLC内容以及更多的BUG 官方自己说的 体验充满无厘头的趣味过程 流亡暗道2 由Grading Gear Games开发的动作角色伴游戏 踏上横跨自密大陆 瓦尔克拉斯的冒险旅程 试图终结正在撕裂的腐败之风 100个特色各异的环境 600种怪物以及100名头目 揭示终局中等待你的惊喜 微软模拟飞行2024 Ur Support Studio开发的飞行模拟游戏 这部作品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 包含军用换山运输 远程货物行动 空中消防 搜寻 救难等等 在全球执行几乎无限制的任务 迪士尼音乐游戏安可版 由以May Junior开发的节奏游戏 从经典名作到星座 共60的时候能够体会迪士尼梦幻冒冒险世界 不仅支持大人游玩 最多可在一台主机上同时四人游玩 和家人朋友一同享受迪士尼的美妙和声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这个谁愿意最期待哪款游戏呢 或是有我在影片中没有提到的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这是小弟我 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这才是 行ってらっしゃい